這兩個我和素素老師合作的是餐廳來客素的感應器 那我們的設定是在 硬體軟體需求大概就Squatch 還有我們今天所用的軟體 那硬體的需求的話是有Arduino的面板 還有就是兩組的紅外線 那我們兩組紅外線的話是 我們那時候是設定是一門的 一個是往外一個是往內 那我們的情境設定的時候是 客人進入的時候可以聽到歡迎光臨 那就是一組紅外線 那另外一組出去的時候就是可以聽到 謝謝光臨 今天要謝謝光臨 那內容設計的話 第一個就是進入的時候會說歡迎光臨之後 會有閃爍紅燈 那離開的時候會有謝謝光臨 會閃爍黃燈 那我們的實驗的程式就在這邊 請DEMO一下 請DEMO一下 你有剛才關掉嗎 激起在於光臨 就是門的人邊 這個是進來的感應器 這個是出去的感應器 激起在於光臨 這邊 我們就會有紅燈 歡迎光臨的話 就會閃紅燈 那這邊的話 出去的時候 會光臨 會光臨 欸 謝謝光臨 這邊謝謝光臨 謝謝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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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秒之後就會閃燈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這一組的 謝謝光臨 發表感言 發表感言 來對著鏡頭發表感言 今天這兩天很高興來參加文聖老師這個活動 希望說這一次可以好好的學習之後應用在學生身上 謝謝 真的很開心能夠來參加這個演習 因為我之前對這個很有興趣 花了一些錢 然後結果 都不知道怎麼錄 然後 很開心有這一次的演習 然後 真的 一上手就會了 謝謝你們